iQoo官方微博正式官宣iQooNio 855版 将于10月24日正式亮相 杨巧涵也随之曝光 杨巧涵依然采用了iQoo家族主打的黄色与黑色 接iQoo之后 iQooNio这款更年轻的产品也被对出 iQoo家族产品线的发展也没有停止脚步 最新的iQooNio 855版手机 已将于10月24日正式亮相 根据网络上曝光的信息看 iQooNio 855版手机将会采用 骁龙855处理器 骁龙855处理器是2019年上半年的旗舰级产品 运算主频高达2.84Ghz CPU性能提升45% GPU图像处理能力提升20% 这让iQooNio 855版手机处理速度更快 iQooNio 855版手机最高配置UFS 3.0闪存 这是只有在旗舰手机上才会搭载的配置 而此次出现iQooNio 855版上 手机在读取写入时的速度将会有明显的提升 而更多关于iQooNio 855版手机的卖点消息 相信也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不断揭晓 而价格上iQooNio的提售价为1798元 如果iQooNio 855版价格控制在2000元之内 那么它将是时尚首发价最低的骁龙855手机 好了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的去高端资讯就在职能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逛 那视频中测填到免费是游戏固件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